其實我們只是講一個情況出來 就是說我們委任的區議員 約佔九成有工商專業背景 比起其他議員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請你關掉你那個 黃毓民議員 如果你不立即保持縮靜 我們要你離開會議廳 黃毓民議員 聽見你老闆 九成 鑑長 而比其他區議員佔六成四 這只是一個事實 而我們的理據 我們希望保留這些委任區議員 有助於區議會 他們推動他們的工作 參與管理在地區之內的設施 梁國雄議員 等一下 這個 這個 是我嗎 梁國雄議員 謝謝主席 我記得有一位藍爵夫人說 我越了解男人就越愛狗 我越了解了林局長我就越愛狗 林局長剛才沒有回答我們主席 我問問一個問題 就是 在這個 基本法的規定下 以及這個 基本法的附件規定下 香港特區政府是沒有責任 也都沒有義務 在這個康角裏面 去取消 這個由民選產生的 指定局 以及區的指定局 也都沒有責任向中央負責 就要加些委任 而現在這個 林遂林局長在答的時候 他又沒有回答這個 到底他們有沒有限制性的責任 去做這個 我現在問 林遂林局長 既然 既然 這個 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 根據《中英聯合聲明》 都沒有這樣 不需要做這件事的時候 李老闆 董建華 和李老闆 曾蔭權 李老闆 是不是在出賣香港人 是不是 拿中央來做黨戰牌 你立即回答這個問題 你有沒有份 叫李老闆 李老闆 做這樣的壞事 梁國雄議員請坐下 局長 主席我對梁國雄議員的回覆 是分三方面 第一 我們現有區議會的條例 是完全符合基本法的 第二 就是當年我們取消這兩個市政局 亦都在這個議會裏面 是充分討論辯論之後 先通過相關的反應 第三 就是 我們在基本法的97條和98條底下 是可以依照我們的 直落 allow us 現在18個區議會 是完全符合基本法的 沒有回答你 問題是哪個部份 我問他 特區政府 特董建 特區政府 特董建 特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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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一個責任 去取消 有沒有必要 有沒有責任去取消 民選的機構 全部民選機構 以及 加入委任議席 去一個 原本是全部民選機構 他沒有回答 那我有責任去改 喂 你真是 梁議員請你立即關掉你那個裝置 你立刻停止它 我不會關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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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問題 自動著 梁議員你的問題很清楚 請你坐下 有神明 請你坐下 請你坐下 好 補充一下 補充一下 條文 條文 採用容許性的用詞 即容許設立 區域組織 但沒有規定在憲制上有責任設立區域組織 所以我們這個特區政府 我們是按照基本法 97條、98條 是向立法機關提出了這個草案 我們現在 現有的18個區議會的組成 是符合基本法的 葉劉淑儀議員